那个 question,对不对,这什么东西啊,对不对,所以这个东西说明书并不是要让你看懂的,而是只是,OK,所以这个东西,按F1啊,那上面有这个啦,请你自己再把它执行一下,不然它有些东西不会跑出来,呃,其实它的叙述是这样啊,它的语法一定是replace,什么东西下面有说明,必要引述一定要的,这个find, 在这里,也是必要的,replace也是必要的,就是find什么东西,replace成什么,后面不是有个start,啊,特别是哦,这个是中瓜胡,中瓜胡表示什么呢,选择性引述,意思就是说,你没有它也没关系,不用也没关系,所以必要引述只有三个,那如果你要呢,也可以,意思就是说呢,start是从第几个字开始找, 就是不是从头找的意思啦,OK,然后还有什么,count,就是呢,什么什么,你要取代次数几个,不过这个后面几个我都很少用到啦,所以如果你需要用到的话,你就自己来找找看,应该,这应该,看久了应该就会习惯了,那里面的话还有什么,比对的方式,你可以用文字比对,或者是用什么binary, 也可以把它拿来当那个什么二进位的方式比对啦,OK,那大概这些东西,好,啊,有个参考,至少聊剩余无啦,OK,所以如果说呢,你觉得这个还不够啦,没关系啦,坊间好像有什么,VBA的词典大全,好像奇标的有那个厚厚的一本啦,嗯,也可以拿来参考啦,虽然也是不好阅读, 不过我是觉得奇标那本写的,我翻过是觉得还不错,写的其实已经算是比官方说法来的更让人家看得懂一点点,因为你总不可能寄望说那种书籍,可以把程式语言写的跟闪文小说一样,那么容易理解,对不对,还把爱情加进去吗,那绝对不可能的,对不对,这绝对没有这种,所以, 学这种东西,你即便我很想要把它想得很生动,但是,可能也不太容易啦,这东西顶多,我已经尽可能的,让他讲得浅显易懂一点点,但是说这东西,要完完全全,那么简单,当然不太容易,所以后面的话,就把那个什么,我们需要的什么东西,这个replace的那个,字串,有没有,这个字串,介于什么什么什么之间,当然你, 也可以先把这一串先丢到一个变数,再丢过来也可以啦,然后呢,把这个斜线,取代成底线,那他这个这一串哦,这一串里面哦,他会检查这一串里面,有没有斜线,有的话就变底线,然后再丢给S,所以你,诶,执行这一行,我们来看一下,S里面,就不会有斜线,那不会有斜线之后的话呢,就重新命名一下,你会发现什么,就这一行, 这个关键点在这里,底下呢,他的斜线就不见了,就变成底线,OK,所以我顺便学,多学一个replace这个函数了,这个函数其实非常好用,而且用到的机会还蛮大的,OK,那其他都一样,所以我把它执行过,给各位看一下,基本上就把查的东西放过来,那就切回去,你可以发现,这个地方日期, 应该就是在2008年的1月到3月之间的东西了,就过来了,那当然最后还有什么,切来切去,有那个画面转换,那我前面讲过了,你可以再增加一个那个什么,把画面关闭那个功能吗,有没有application,点,screen,updating,等于force就好了,其他大概, 诸如此类,大概就是这些东西,建档日期,再来还有同学是说,自动在开启,就是说,因为你一开起来之后,每次都会有查这么多,那我希望启动的时候,自动帮我把这些全部删掉,那怎么做呢,其实很简单嘛,你就是在哪里呢, 这个好像前面也有讲过啦,启动的时候就是list workbook,当list workbook被open的时候,做什么呢,把这个除了第一个以外的工作表,全部删掉,那这个地方的话,当然,你需要怎么样